各位朋友大家好 既然讲解完前沿 从现在开始 我们进行2021年 著作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学习 那么首先我们要讲解的是第一章总论 既然它是第一章 在这儿我想稍微说一下 我每一章的讲解 大致分为哪几个部分 首先我会给大家把这一章的考情分析 进行简单的剖析 进行简单的分析 告诉你这一章以什么提醒为主 频率有多高 分值有多大 比重有多大 其次是这一章教材的主要变化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一章的基本框架结构 后边是我们所说的正式内容 讲到每一章结束 我还有一个本章小结 这就是我讲每一章的基本框架 那下边我们就先看一下 第一章总论的本章考经分析 这一章属于基础章节 相对来讲难度不是很大 在考试当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是很大 考试时我们是以客观题形式为主 在前言里边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我们著作会计师会计的客观题 就是单选和多选两种题型 近几年的平均分值大概是在二分左右 比如说一个单选呀 一个多选呀 也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这一章的考询分析 这张教材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我就不再说了 这一章的基本框架结构 一共包括五节的内容 第一节会计概述 告诉你什么叫会计 会计的作用 还有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 与企业会计准则的体系 用被蒙不救 那么第二节相对来讲干货多一点 讲了三个问题 财务报告目标 还有我们所说的会计基本假设 还有一个会计基础 当然这个基础是我们所说的确认基础 那么第三节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里边尤其涉及到实质重于形式 尤其涉及到谨慎性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重要性 如果你还让我再挑一个可比性 这四个是考试时经常会涉及到的 这经常考单选多选的客观题 那么第四节是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原则 一共有几大要素 六大要素 这六个会计要素 我们如何确认 我们如何计量 在这会涉及到 当然里边涉及到一个内容 就是计量属性 我也可以把它叫做计量基础的确认 最后第五节财务报告 因为这一节的内容呀 在第23章我们会详细的讲到 所以在这我不再过多的去说 这就是第一章的基板框架结构 该说的说完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正式讲解第一章总论的内容 第一节会计改术 首先标题给了一个会计的什么定义 总体上来说 或者说从本质上来说 会计是一种经济管理工作 它是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单位 反映和监督一个单位经济活的一种经济管理工作 用备吗 不用 你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会计的作用 包括三个方面 比如说提供决策 有用信息呀 提高企业透明度 规范企业行为 包括加行性管理 提高经济效益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还有第三个考核企业管理层 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 能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那么标题三 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 这个有历史严格 你可以看看教材 我稍微说一下企业会计准则的体系 我们现在包括基本准则 包括具体准则 包括应用指南 还有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会计问题的一些解释 大概能知道就行了 第一节我就讲这么多 从这开始我们讲第二节 财务报告目标 这是第一个标题 会计基本假设是第二个标题 会计基础 当然这儿的会计基础 我说了两遍了 是确认基础 我们所说的计量基础又叫计量属性 第一个财务报告的目标 我为啥要编财务报告 实际它有两种观点 一个叫受托责任官 一个是决策有用官 我们先说什么决策有用官 您编财务报告 您是给谁看的 是给财务报告使用者看的 您的财务报告应该能够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于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什么 会计信息 一定要追对 提供有用信息 是决策 有用官 还有一个是我们所说的受托责任官 这个也很好理解 比如说在股份公司里边 出钱的是股东 但真正负责经营管理的是我们所说的管理层 那我就要让你从财务报告中反映企业管理层 你作为我股东委托的人员 你的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什么 经营决策 这就是财务报告目标的两种观点 能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 您现在是考诸多会计师 不是考初级 不是考中级 所以这些考试师他不会涉及到 那么标题二 会计基本假设 慢点 会计基本假设又称之为是会计什么 前提 我们有必要讲一下它的含义 所谓的会计基本假设 其实它一定是一种合理的假设 是什么样的合理假设 是我对会计核算所处的时间 所处的空间环境所做的合理假设 准确的来说 它是我会计的确认 啥叫确认 有没有正回事 计量该计多少钱 报告我如何以报表的形式呈现 相应的一个什么前提 我可以这样说 没有假设 根本不会形成会计 所以你要进行会计核算 一定要有会计基本前提 一定要有会计什么 假设 在这会计的基本假设一共有四个 第一个是会计什么 主体 第二个是持续经营 第三个是会计分期 第四个是货币计量 如果您没有学过会计 我建议大家听一下预习班的内容 这些内容 我在预习班里边会详细的介绍到 那我先看第一个会计主体 这个会计主体是啥意思 就是会计工作服务的什么 特定对象 是指企业进行确认计量报告的空间范围 是空间范围 啥意思 你听懂了吗 没有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把一百块钱借给您了 那么将来这一百块钱站在我的角度 我是不是貌似应该叫债权呀 站在您的角度 貌似应该叫什么债务 不就是一百块钱的事吗 站在我的角度叫债权 站在您的角度叫债务 将来你要跟我说债权 一定要说成是谁的债权 你要说债务 一定要说成是谁的债务 这个谁就是我们所说的会计主体 将来你给我当会计 你核算的是债权 将来给您当会计的核算的是什么 债务 通俗的说 就是给谁当会计 谁就是什么 会计主体 还是这句话 他明确了我们会计核算的什么 空间 范围 在这我必须说两句话 第一 会计主体 不同于法律主体 第二句话 一般来说法律主体必然是会计主体 但会计主体可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啥呀 这两句话说的比较绕 我还是给你举这例子 我们首先要明确法律主体 有时候跟会计主体可并不一定是同一个概念 那有可能没可能是同一个概念 有可能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是不是我们法律上都会承认的 对 假如说我先说第一种情况 如果我想成立一个什么 A公司 那将来我A公司得往税务机关报送财务报表吧 我得往工商证券监管机构报送财务报表吧 那我可能A公司就会聘请出纳聘请会计进行相应的核算 此时 A公司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上肯定承认的 它是一个法律主体 同理 A公司我聘请会计聘请出纳 对A公司进行核算 我以谁为单位进行核算 谁就是会计主体 此时法律主体实际上就是会计主体 我们为什么说法律主体通常必然是会计主体 反着说不一定 因为你要成立公司 你一定会以公司的名义进行什么核算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把它写成等于 有没有法律主体跟会计主体的核算范围不一致的 当然有 我还举这例子 比如说我成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是A公司 这不是法律主体吗 但是呢 我并不是A公司整个聘请出纳聘请会计 我可能把A公司分为一车间 二车间 三车间 那么这三个车间实际我都独立承包出去了 一车间会独立核算自己的盈亏 二车间会独立核算自己的盈亏 三车间也会独立核算自己的盈亏 将来你以谁为单位独立核算 谁就是会计主体 但是将来你敢不敢说一车间是法律主体 不敢 将来我们真的引起诉讼了 真的进行纳税申报了 还只能是以A公司的名义进行诉讼 那这时候A公司不是法律主体吗 而我们A公司当中的某一个车间就变成了会计主体 此时谁的范围大呀 肯定是A公司的范围大 也就是法律主体会大于会计主体 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有人说有没有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 法律主体小于会计主体 也有啊 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成立了A公司 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我还成立了一个什么B公司 茂斯这么说不合适 你就把它理解为我成立了个B公司 那A公司跟B公司有啥关系呢 我告诉你A公司往B公司里边投钱了 投多少 我投多少钱不要紧 假如说我持有B公司的股权比例 比如说百分之百 或者说百分之九十 那有人说这个比例有什么关系 当我一个公司 往另外一个公司投钱 我所占的持股比例越高 那我越应该在B公司有话语权 这话你承认吧 当如果A公司能够在B公司 能起决定作用 有话语权的时候 此时我们要A公司控制B公司 当大家控制这个级别 我们把A公司就称之为是母公司 而把B公司称之为是什么 子公司 那我问你个问题 这个A公司是不是法律主题 肯定是从法律上承认的 然后B公司是不是法律主题 肯定是从法律上也承认的 那么现在我要研究的就是谁啊 A公司 这个法律主题已经说完了 那我现在想说会计主题 在我们会计省 也就是教材的第27章合并财务报表 它既不是单纯的看待A公司 也不是单纯的看待B公司 它会把A和B这两个公司 看成议题的 您不是能够控制B公司 对呀 我就把A和B之间看成是议题的 我把A和B组成的集团 看成是一个会计主题 那这一回 单纯的A公司 跟我A和B组成的这个集团 谁的范围大呀 当然是集团的范围大 此时法律主题就会怎么着 小于会计主题 那有人说单纯的B公司 跟这集团范围哪个大 肯定还是这个集团的范围大呀 因为你是单兵作战 法律主题只能说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去说 但我会计上可以把两个 独立存在的公司 看成一个集团 此时法律主题就会小于会计主题 结论是什么 实际第一种情况 我们一般说法律主题 必然是会计主题 你看哪怕你边合并报本 你要是A公司 你自己也得出报表吧 你B公司自己也得出报表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法律主题必然是会计主题 但不能反着说 因为一车间是会计主题 但你不能说一车间是法律主题 集团是会计主题 但你不能说集团是法律主题 所以法律主题可能等于 大于或者小于我们所说的会计主题 这个点我就介绍到这儿 这是这两句话的含义 第二个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 其实它明确了我们会计核算的什么 时间范围 其实它也是一种假设 为啥呀 从奇荒汉武开始 所有人都向自己长生不老做到了吗 最后不也是一杯黄土吗 所以我们企业他认为你从持续开始 从什么时开始 从成立 你可以持续的运行下去 如果在数学上貌似这个有端点的 应该叫什么线 设想 但是哪个企业能持续经营下去 尤其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然后这个公司停产了 那个公司破产了 所以持续经营只能是一种假设 这就是第二个我们会计的基本前提 或者叫基本假设 持续经营 第三个会计分期 首先我明确一句话 会计分期引申自我们所说的 持续什么经营 啥意思 很简单一个道理 您不是有第二个假设吗 您不是认为任何一个公司 从成立可以永久的持续下去吗 但是现实中可能吗 不可能 可是我现在从成立 我可以一直永久的假设持续经营下去 那我问你个问题 你得给工商局报送报表吧 你得给社务局报送报表吧 你得给证券监管机构报送报表吧 你总不能该报送报表时 你跟人说 等等我这公司还在持续进行下去 不可能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用相等的时间段 把这个持续经营人为的分成一段一段的 一定是相等的时间段 那我到底多长时间分一段 可以一年分一段 此时我们就把它叫做年度 也可以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分一段 我们把它统称为中期 可能有人认为中期就是半年分一段 不是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分一段都叫中期 比如说每半年分一段叫半年度 每月分一段叫月度 每季分一段叫季度 有人说我是不是可以每旬分一段 因为我一个月分为上旬 中旬下旬啊 那是不是每旬分一段 你想一想您将来分完这一段的时候 您是要编报表的 您是要报送报表的 如果每旬分一段一个月报送三次报表 所有会计人员都类似了 那谁给你报报表 不可能 所以我们会计上最短的中期 通常指的是什么 月度 所以总体来说 会计期间包括年度和中期 而中期包括半年度季度和月度 在这我提示大家一块 由于会计分期 才产生了当期与以前期间 以后期间的区别 才产生了折旧 摊销等会计处理方法 很简单 比如说现在是四月份 那我四月份是本月 如果往下一个月 那就是下月吧 往前一个月三月 那就是上月吧 然后为什么说产生了折旧摊销 如果我在某一个月购买了固定资产 我在某一个月购买了无形资战 我能不能把花的钱一次性 全都给他计入当期随意 不能 我是通过折旧 摊销的方法 分期计入当期什么随意 啥叫计入当期随意来着 预期班我跟你讲过 就是要用的一个随意类科目 这是第三个假设 会计分期 第四个货币计量 您做分路得有金额吧 所以我们会计基本假设是会计主体 持取经营 会计分期 货币计量 我就给大家说的是 那么标题三 会计基础 这个基础是我们所说的会计的确认基础 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三个字 归属期 它要解决的归属期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收入 一个是什么 费用 它有两种确认基础 一种叫全则发生制 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企业会计 慢点 我们教材的企业会计是从第一章到第多少章 到第二十九章 这些企业会计的确计量报告 应当是以全则发生制为基础 啥意思 我大大的给你写两个字 是什么来着 应该 什么叫应该 先看一下他给的定义 其实他是从两方面来说 一个是收入 还有一个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费用 翻译成白话 就是你应该确认收入的时候 你就确认收入 你应该确认费用的时候 你就确认费用 这不等于废话 没说吗 凡是当期已经实现了收入 无论款项是否收到 均作为当期收入处理 凡不属于当期的收入 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到 也不能作为当期收入处理 啥意思呀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就以收入为例 假如说我要问你 我确认收入有什么条件 我们现在14号准则新的收入准则明确规定 规定啥呀 我把这个东西卖给您 我提供给您商品也好 我提供给您老物也好 您是我的什么 上帝 您叫什么 客户 您什么时取得商品的控制权 我就能啥时确认收入 什么叫客户取得商品的控制权呢 再说的白一点 您啥时能够通过这个商品和服务 获得好处 我就啥时确认收入 是不是很公平 因为您是客户 您是上帝 您获得好处了 我才能确认收入 比如说我这根笔 如果我把笔卖给您 您啥时用这笔开始讲课 开始赚钱了 我就能确认收入 比如说我把这翻页器卖给您 啥时您拿这翻页器 您开始翻页 开始讲课 开始赚钱了 我啥时确认收入 是您得到好处 我才能确认收入 所以很复杂 我们教材第十六章一章都在讲收入 但是我现在不可能给大家讲的那么复杂 我先给你做一个假设 通常情况下 你要让你的客户获得好处 你是不是先得把东西给人家呀 人家才可能获得好处 假如说我在发出商品的时候 客户就获得了好处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假设 发出商品的时候 就符合收入的确认什么条件 这是我假设的啊 我们后边学第十六章 你会知道 并非所有的发出商品 你都能确认收入 一定是以客户获得好处 取得控制权 你才能确认收入 所以我在这做了一个假设 假如说是这样的 为了给大家好讲 我在这给大家画一个线段图 比如说我们就从三月开始画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甚至可以后边有九月 都没关系 我一共讲三种情况 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 假如说第一种情况 我是在三月份发出商品的 我是在三月份发出商品的 同时我在三月份收到钱的 您刚才咋说的 应该确认收入时 你就确认 不论是否收到款项 而现在咱们这么巧 我发出商品是在三月 我收钱也是在三月 那好 这时候我的收入肯定是在三月确认 我这么说你服气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我们不用过多的争议 但是还可能出现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那下边我跟你讲第二种情况 假如说你发出商品的时间 跟你收钱的时间不一致 比如说 我发出商品的时间是在五月份 那大家想一个道理 我这不有一个假设吗 假设我发出商品时 我就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那我是不是应该在五月份确认收入 应该是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 我五月份没收到钱 我是在几月份收到钱的 我是在六月份收到钱 那现在就一个问题尴尬了 发出商品跟收钱要在同一个月 我都不用多想 就应该在这个月确认收入 而现在是先发出商品 后收钱 那我应该在几月确认收入 这时就体现出了两个字 什么应该 跟你收没收钱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应该在哪个月确认收入 应该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那我就在五月份确认收入 只不过我没收到钱 对于我来说 在确认收入的同时 形成一个债权 我六月份收到钱 只是把这债权收回了 今次而已 跟你收没收到钱有关系吗 没有 那么再说第三种情况 如果第三种情况 是这一回我先收钱 有人说有这种情况 我的东西特别紧巧 想要吗 想要先给我拿定金 这不就先收钱吗 假如说我是八月份收到全款了 但是我真真正正发出商品的时候 确实在九月 您能告诉我 我应该在哪月确认收入吗 一直在跟你说两个字 应该当然是在九月份确认收入 可是对不起 钱我八月已经收了 您在八月您拿了 您不应该拿的钱 什么叫不应该拿 你没给人商品 你当然拿了不应该拿的钱 实际这个叫预收 那有人说预收账款 不对 为什么不对 你听好了 我们现在收入不允许用一收账款 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科目 合同负债来代替 那有人说你既然都说的 先收钱叫合同负债 那么后收钱 你不是告诉我确认收入时形成一个债权吗 这个债权叫什么 他可以是应收什么账款 还可以是我们所说的合同资产 有人说这俩有啥区别 如果是没有条件的收款权 叫应收账款 而有条件的收款权叫合同资产 大家不用去深究 我稍微给你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把这个书写笔卖给您了 多少钱 十块钱 您没给我 站在我的角度 我就叫应收账款十块 很好理解吧 这跟原来的理解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如果我要告诉你 我把书写笔卖给您十块 我同时要把翻约器卖给您也十块 那么如果咱们俩之间约定好了 把这书写笔给您的时候 我拿不到钱 只有把翻约器也给您的是 我才能拿到钱 那就意味着给翻约器之前 我是收款权 但是我收不到钱 因为我还有个条件 翻约器还没给您 此时它叫合同资产 当我把翻约器也给了您 是不是我条件满足了 对 此时就叫应收账款 有人说怎么越听越乱乎 我就问你 我应该收你钱吗 应该有条件吗 啥条件没有 杀人肠命 现在还钱 那就叫应收账款 如果付有任何条件 在你的条件满足之前 你乖乖的给我叫合同资产 啥是你这条件满足了 你才能用应收什么账款 其实就是合同资产 最终会改名叫什么 应收账款 大概知道就行了 收入准则不允许用预收账款 那可能有人就问了 是不是预收账款这科目作废了 谁说呢 我只是说14号准则收入准则 不允许用预收账款 其他准则该用你还正常用 这就是全则发生制 我们讲究的两个字叫什么 应该 这收入就说完了 那么再说费用 费用肯定不是收账 它是花钱 对吧 凡是当期已经发生过 应当负担的费用 无论款项是否支付 均作为当期费用处理 凡不属于当期的费用 即使在当期支付 也不能作为当期费用处理 比如说 我以个最简单的事为例 就是我们所说的 水电费 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房租为例 比如说 我还画这么一个线段图 那么同理可能还是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那么你刚才跟我说 全则发生制 不就是讲究两个字应该吗 跟花没花钱没关系 我们讲究两个字应该 比如说第一种情况 我以房租为例吧 如果我跟房东约好了 当月的房租 我当月必须给钱 那假如说三月份 我住了一个月 这个房租应该是算什么 三月份等 然后呢 我也是三月份给钱的 假如说房租是三月份的 我也是三月份给钱的 这不是巧了吗 我没有争议 肯定这个房租 对应我来说是一种费用 就算在什么 三月 这是第一种情况 而第二种情况 有可能房租跟付款 不是同一个月 比如说我可能先付 很多房东就说 你如果要住我的房 你先给我付房租 然后你才能住 那么假如说 我四月份 我确实付款了 但是我付的是几月的房租呢 比如说我付的房租是 五月的 那我应该算算哪月费用 你不是说了吗 跟付没付款没关系 应该算哪月的 就确认为哪月费用 当然你这个费用就应该算 五月的 同理第三种情况 有可能房东比较仁慈 说你房租呀 这月先住 住一个月 你下月再给我房租 假如说 我应该是七月份的房租 但我没给钱 我是八月份支付房租的 那你告诉我 算哪个月的费用 肯定是属于七月份的费用 只不过 在我形成费用的同时 我要形成一个负债 我八月份只是在还债 这就叫应该 应该作为哪个月的费用 就正常确认 跟你付没付款 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叫全责发生值 那有人说 有没有跟全责发生值 对应的一个确认基础 有 收复实现值 收复实现值 通俗的说 就是不见兔子 不查硬 啥意思 我收到钱 我才能确认收入 我花出去钱 我才能确认费用支出 在我们国家 行政事业单位 也就是我们教台 第三十章将要讲到的内容 它就可能涉及到 收复实现值 比如说 它的预算会计 你说预算会计 那一定是跟国家的钱有关 国家不给我的钱 我交给国家的钱 都叫预算会计 预算会计 通常采用收复实现值 为什么 我是吃黄粮的部门 比如说我是检察院 国家给我拨多少钱 我做多少钱收入 我往处花多少钱 我做多少钱支出 是不见兔子不查硬 这就是预算会计 最大的特点 但是行政事业单位 有可能还核算财务会计 双功能 双基础 双报告吗 那么它的财务会计 通常还是采用全则发声制 全则发声制是啥来着 应该 收复实现制是啥来着 不见兔子不查硬 能明白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确认基础 第二节的内容 我就跟你讲这么多 那下边我们看第三节 会计信息质量什么 要求 首先你要明确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一共有八项 可靠性 监管性 可理解性 可比性 实质重于形式 重要性 谨慎性 及时性 那我分别说一下 先说第一个可靠性 可靠性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强调什么 真实 再通俗一点 就是您必须以真实的交易和事项来记账 不做假账 我经常举这例子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门口那大石头售 我们国家前总理朱镕基就书写了16个大字 叫诚信为本 操守为重 坚持准则 不做什么 假账 这不就是可靠性吗 第二个相关性 实际它强调的不是真实 而强调的是什么 有用 我现在不是跟你讲会计吗 大家都知道 我还讲住的会计师审计 我玩了命的 在会计课堂里边 跟你说重大拓保风险 玩了命的 跟你说检查风险 玩了命的 跟你说实施技部审计程序 你的会计就能及格了 不可能 因为它不相关 第三 可理解性 其实它强调清晰明了 第四个 可比性 这个可比性 我稍微给大家多说一下 它分为两种 一种叫纵向可比 啥意思 我就这一个主题 我今年比去年胖二斤 这就叫纵向可比 对于我们会计的专业术语 就是同一个企业 对于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事项 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 永远不能变吗 不是 是不得随意变更 那如果变了呢 如果变了 我们叫会计政策变更 它可能是自愿变更 可能是法庭变更 等讲会计政策变更时 我会给大家说 也就说你去年是以什么会计政策核算呢 你今天最好也以这个会计政策核算 因为这叫纵向可比 还有一种叫横向可比 就在此时此刻 我比您 别总说我胖行吗 我比您瘦二斤 这不就是不同企业相同会计期间的可比吗 实际也要求口径什么 一致 这就叫可比性 相对来讲 我们更愿意突出的是纵向什么可比 比如说2018年 这有一个单选题 2017年月1日开始 甲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 他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进行列报 因部分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发生变更 甲公司对2017年度财务报表可比期间 如果你读题读的细一点 都说了可比期间 他在暗示什么 可比性 但数据按照变更后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调整 那么甲公司上述会计处理体现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肯定是可比性 因为你还没有学其他的 这道题正确答应应该是选项什么 如果我再追问一句 它是什么项可比 是同一企业 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叫纵向可比 这是标题四 那么标题五 实质重于形式 什么实质 记住了是经济实质 我们要重经济实质 什么形式 法律形式 我们要清法律形式 什么叫实质重于形式呢 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经常举的例子 假如说我爱人买了一个什么围巾 这个围巾从法律形式上来说 我爱人一直拥有这个围巾的所有权 因为我刚才说的很清楚 是我爱人买的这个围巾 但是对不起 这个围巾从买回来第一天 就是我大闺女在用 直到这个围巾用的不能再用了 也是我大闺女在用 最后是我大闺女把这围巾抛弃了 那么从经济实质上来说 从经济实质上来说 我们是不是相当于是我大闺女从这围巾 全新一直到报废都是她在用 对将来我们会计重的是经济实质 轻的是法律形式 将来我就会把这围巾视为 是我大闺女的资产 围巾就不太好说 如果这要是一个固定资产 将来谁提得救 是我大闺女在她的账上提得救 你看明明是我爱人买的围巾 法律形式也是她 但是我们会计上要重实质 轻形式 有人说老师你举的例子太漏了 能不能给我举个高大上的例子 可以啊 我完全可以给你举个高大上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售后什么回购 你先不用过多的去想 就是卖出去的东西 我又买回来了 我这么说能通俗的理解吧 那么假如说 假公司把一批产品卖给了乙公司 我说的很清楚 假公司把一批产品卖给了乙公司 那是不是假公司一定确认收入 那可不一定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两种情况 先说第一种情况 假公司约定 我将来会在三个月后 从乙公司把这产品买回来 那是不是我现在就不应该确认收入 那不一定 我们要分析普通情况 假如说第一种情况 假公司约定回购的时候 是以三个月后的公元价值把这批产品回购回来 啥意思 我今天把这产品一百万卖了 将来我只告诉你 我三个月之后 我会从你那把这批产品买回来 但是我买的价格 我今天定出了吗 没有 我将来三个月之后 那一天的市价是多少 我就从你乙公司 以多少钱把这东西买回来 大家再想一想 是不是实际上我可以理解为 我今天把东西卖出去 我三个月之后想买回一批东西 只不过我买回这东西巧合了 我要从别人那买回来 你无所争议 我现在从乙公司买回来 你可能就认为我是回购 那我应该不应该确认收入 因为我是以三个月之后的公允价值回购 那我视为两笔业务 什么两笔业务 今天卖出去的我算收入 将来三个月之后 买回来的时候还是一百万吗 不是 可能是八十七十甚至一百三 我买回来是再算采购 那么今天 我就可以确认收入 谁确认收入 当然是假公司就可以确认收入 这是第一种情况 他体现十日重鱼形势 貌似不是那么严谨 我想说的是第二种情况 我还是告诉你 他一月一日假公司 把这个产品 以一百万的价格 卖给了谁啊 卖给了乙公司 但是我就告诉你 就在今天 我说的够清楚吧 就在今天 我已经跟乙公司说好了 我要回购产品 是我今天说了回购 一定就能确认收入吗 不是 是我说了回购 今天一定不能确认收入 也不是 得看你回购 约定的条件是什么 假如说 我就在今天 我就告诉你 我将以多少钱进行回购呢 比如说是一百零六万进行回购 慢点 他跟上一种情况有什么区别 上一种情况是三个月之后 我只告诉你回购 然后我是以当天的公允价值回购 那我今天就可以确认收入 而现在这种情况 你把产品一百万卖给人家了 然后您得到一百万块钱 三个月之后 你还知道你要还给人家 回购时 你不等于给人钱吗 要还个人一百零六万 此时我们很有可能认为 他不是销售 是什么 是你把你的产品以质押的形式 借款一百万 将来三个月之后 你为什么还了别人一百零六万 是一百万还的本金 而六万还的是什么 利息 此时我们把它理解为是借款 质押借款也好 抵押借款也好 貌似更合适 此时你假公司得到这一百万 你不能给我算收入 应该把它理解为是什么 假公司 向乙公司质押借款 抵押借款 将来我们这一百万 能确认收入吗 不能 我做的是借银行存款一百万 带其他应付款一百万 而不是带主营业收入一百万 你看两种情况非常相似 你不同的回购条款 将来你是不是确认收入 直接有影响 这就叫实质重于什么 行事 我经常说实质重于行事 是看着不像 但结果是 看着不像 但结果是 你看 表面看着这个不像借款 但结果它就是借款 就是说你还能不能再多举个例子 还可以举 比如说假公司 持有乙公司 百分之零点一的股权 我们前面说过呀 当你如果一个公司能够控制另一个公司 我们是不是把主动的这个假公司叫母公司 被动的乙公司叫子公司 没问题啊 但我现在告诉你 要达到控制你的持股比例 绝对要足够大 但我现在有一种情况 假只持有乙 百分之零点一的股份 看着像不像控制 不像 但我如果跟你补一句话 我补一道 我就说假能够在乙那 说了算 看着不像 但结果它就是控制 就是母子公司 这就叫实质重于什么 形式原则 那么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2014年的这个单选题 下来各项中体现实质重于形式 这一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是 A 确认预计负债 这个不是 这个是我们后边要讲的 谨慎性原则 第二对应收账款 既提坏账准备 也是我们要讲的谨慎性原则 第三对外公布财务报表 是提供可比信息 其实这体现的是可比性原则 而且是纵向可比 我是拿今年的跟去年的去对比 最后一个将永须债 划分为什么权益工具 永须债表面叫债 它应该是负债 但我却最后把它划分为权益工具 这不是看着不像权益工具 但结果就是权益工具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项四季 就跟我们周围经常有这样的人 比如说这个人叫什么什么小方 看着实际好像是一个女孩子名 结果她却是一个男孩子 这就叫实质重于行事原则 那么再看2015年的一个多选题 下来各项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中 体现实质重于行事原则的有 就是看着不像 但结果什么是 将发行的富有强制复习义务的优先股 看着像债吗 不像 但结果我就是把它确认为负债 看着不像结果是的 就体现了实质重于行事原则 第二个 将富有追索权的商业成队会票 表面是票据 看着像借款吗 不像 出售确认为质押借款 这也体现了实质重于行事原则 第三个 关联方关系的判断 我刚才不说了吗 我只持有0.1%的股份 看着不像控制 但我结果就是控制 关联方关系也一样 我看着不像关联方 但结果就是关联方 第四个 将企业未持有权益 你都没有持有人股权 你能控制吗 不能 但能够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纳入合并范围 看着不像能控制 但结果你就是能控制 这不体现了实质重于行事原则吗 这条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D 第六个 重要性 这个重要性呀 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说 一个是从项目的金额上 也就是定量来说 金额越大 你可能越重要 还有一个是从性质方面来说 就是我们所说的定性 有一种故意的行为 在我们审计上 把它叫做什么 5B 5B比无意的错误造成的后果要更什么 严重 所以我既要进行定量分析 也要进行定性分析 我们看2017年的一个单选题 他说假公司在编制2017年度财务报表时 那么发现2016年度 慢点 今年是2017 你发现上一年是某项管理用的无形资产 没贪销 这不就是错吗 应贪而未贪是错 应贪销金额20万 假公司将该20万补计的贪销额 记住了2017年的管理费用 慢点说 我明明是2016年没贪销的金额 你却记住了本年的管理费用 原因是什么 后边 他说假公司2016年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 分别是2万和1万8 我把这个应贪销的20 给他在2016年更正 那不就净利润变成了2万-20吗 我如果在2017年更正了 那不就1万8-20 你在告诉我什么 不论是改在哪一年 我的净利润都是只少了20万 他绝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言外之意 我再告诉你 这20万是什么 不重大 或者说不重要的查措 所以你只是在2017年的管理费用里边 给我记住了 那要重大的呢 重大的我们后边会学 一定要改在2016年 所以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上述会计处理体现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什么 一定是重要性 一定是重要性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选项 那么标题七 谨慎性 谨慎性实际我经常说 它就是体现三个字不吹牛 啥意思呢 就是不应高估资产或收益 你要问我老师你有多少钱 我说我有一个钱 我永远不丢人 我不可能连一个钱都没有 我张嘴一说话也许过几分钟我就能挣一块钱 这叫不应高估资产或收益 还有一个是不应低估负债和费用 对好事我不高估 对坏事我不低估 比如说我也忘了我欠你30还是欠你50 我宁可相信我欠你50 我拿着50块钱走到你面前 我说我欠你多少 你要说你欠我30 我还了你30 我还负一20 每点每点我回了 你要说你欠我50 我把50都给你 我也不尴尬 所以好事是不应高估的 坏事是不应低估的 而且不允许企业设置秘密什么准备 这就是三个字不吹牛 我年年举这例子 如果我要告诉你 谁听我的会计课 每人发一万块钱 我能破产 不多算 比如说每年假如说 有一万个人 听过会计课 那这不就是一万万元吗 那我不就吹牛了吗 不就违背了谨慎性原则吗 在我们会计上 谨慎性原则体现的有这么几个事例 第一个 要求企业对可能发生的资产减值损失 计题资产减值准备 这个体现仅深性原则 咋体现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告诉你 我的应收账款是多少呢 一百万 但是后来我有点心虚 为啥 我觉得有一部分收不回来了 你得估计一下啊 我们用的是预期性损损是吧 你觉得你收不回来的钱是多少 比如说 我觉得我收不回来的钱是二十万 我就把这二十万给他计题换成准备 那将来你再问我 你还有多少钱将会被收回 我绝不会再说一百万 我只说八十万 这八十万 我们给他起个名称叫账面价值 将来我真的收回的比八十万多 那大家接着欢喜 我要没收回这么多 我提前告诉你了 我有二十万收不回来 那么应收账款 计题坏账准备 就体现了几身性原则 还有像固定资产计题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计题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都体现了我们所说的几身性原则 只要是资产 计题减值 就体现了几身性原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对售出商品可能发生的保修义务等确认什么预计复权 这是啥意思 假如说我今天出售了一批产品 我给您承诺了 啥承诺 就是将来在从我出售开始三个月内 这个产品如果有质量问题 我给你负责免费 怎么着 维修 这个免费是对谁 是人家购买方消费者免费 我可得花钱 我既然要花钱 这是我的一笔什么费用 你敢不敢说你卖出的商品 一点都没有瑕疵 一点都没有问题 我不敢 那么其实从我卖出商品这一刻 我就知道有些维修费是我必须花的 多少维修费必须花 我可以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我可以根据概率确定 假如说我就在今天 卖出商品的时候 我已经心知肚明了 我可能会花十万的维修费 那么这十万维修费 对于我来说是费用 对于我来说是负债 应花而未花之前 是不是我的负债呀 那我是等别人真的找上门 让我免费维修 是我才确认负债吗 不是 我就在今天售出商品的时候 我就先把它确认负债 只不过这个负债 我给他用一个科目 叫预计负债 十万 那这钱是因为什么花的 因为卖东西花的 借方我们把它叫做销售什么 费用 跟卖东西有关的 当然叫销售费用 那么你看 我并非等到你真的让我免费维修 我才确认预计负债 我是今天卖东西 我刚卖出去 我就居然思维 我刚卖出去 我就想到未雨绸缪 我就确认负债 负债对于我来说是坏事 我不应该低估 所以我们说不得低估 负债或费用 而刚才应收账款 计提坏账准备 那是不得高估资产或收益 并非等到真正免费维修时 我才确认负债 我现在就未雨绸缪 这也体现了几阵性原则 第三个 采用双倍余额抵减法 年数总合法等加速折旧法提折旧 这两类提折旧有什么特点呢 前期提的折旧多 后期提的折旧少 就跟我们人是 你年轻时能干活 能省钱多吃点 你年老了干不了活 你用量少你就少吃点 这体现了我们所谓的 几阵性原则 那么还有没有 有 比如说或有事项 啥叫或有事项 或者有或者没有呗 当或者有 或者没有里边的坏事 或有负债 满足一定条件 达到什么级别 达到很可能的时候 如果我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可能就认为 它不能再叫或有负债 我应该把它改名叫负债 就把它改名叫预计负债 这很可能是什么级别 大于50% 也就是概率大于50% 小于等于95% 而对于货有事项 有可能是好事 好事我们把它叫做货有资产 我对他的要求 不得低估负债或费用 不得高估资产或收益 好事我要求一定要更高 达到基本决定 什么叫基本决定 大于95% 小于100% 我才能叫基本决定 这俩哪个要求 当然这个要求 不得高估资产或收益 满足这个级别 我才确认其他应收款 也体现了什么 谨慎性原则 再比如说我们所得税会计 我们会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蒙一个啥资产类科目 我们会确认地盐所得税负债啥呀 负债类科目 不得高估资产或收益 所以资产我要有条件 就是你未来要赚取足够的钱 扣掉这个数之后 不至于成负的 我才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 而地盐所得税负债 是无条件的确认 不考虑特殊情况 不考虑准则特殊规定 只要你该确认 你就确认 不得低估负债或费用 不得高估资产或收益 这些都体现了什么 谨慎性原则 千万 别错了 好 这些例子 我希望大家能记住 比如说2017年 有一个单权题 假公司销售已产品 同时对售后三年内 因产品质量问题 承担免责 或者叫免费 保修义务 人家免费 人家消费者免费 但是我得花钱 我是等真正上门维修时 我才确认负债 不是 我今天卖中中去 我就确认 有关产品更换和修理 至达到正常使用状态的支出 由假公司负担 2016年 假公司共销售已产品1000件 根据历史经验估计 因履行售后保修承诺 预计将发生的支出是6000万 确认了销售费用 同时确认了预计负债 这不是负债的科目吗 不得低估负债和费用 体现了哪个原则 谨慎性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 应该是选项 那么第八个 是我们所说的 即时性 即时性 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 最后一个要求 他对相关性和可靠性 起着相应的什么 制约作用 您的信息提供的即时 很容易给我提供一部分 反馈价值 然后对可靠性 也起着制约作用 曾经有一年考了这道题 问你对相关性和可靠性 起着制约作用的是什么 记住了 是即时性 看完了吗 看完了 那下边 我们看2020年的一个单选题 他说下列各项 关于企业应遵循的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 表述中 正确的 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 交易和事项为依据 进行确认 计量和我们所说的 什么报告 有人说这个对目 可靠性不就这么说的吧 如果你不确定 咱们先画一个问号 行吧 第二 企业对不同会计期间发生的相关交易事项 可以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 实际这句话也是有点坚强 大家想一下 发生相同的交易事项 我们尽可能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 如果需要变更 那是会计政策变更 而这 貌似这句话也应该没问题 这就是今年2020年的这道题略微有点争议 也谈不上有争议 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 对尚未获得全部信息的交易事项 不应进行会计处理 这句话铁定是错的 我就以预计负债为例 我并没有获得全部信息 我可以估计值来入账 第四 企业对不重要的会计差错 无需进行差错更正 错了 我要更正 只不过我很可能更正在今年而不是应该归属的那一年 貌似CD铁定是错的 那么现在咱们再读一下A和B 且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事项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报告 貌似选项A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应该选选项A 而对于选项B来说 它其实是略有争议的 争议在哪 就是如果我们不同会计期间发生交易事项 首先要尽可能的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 如果变了才能是会计政策变革 所以这道题我们正确答案是A 而不应该是选项谁啊 B 能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到这为止 第三节的内容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